我是交通大學的林崇偉 我是交通大學的林崇偉 其實今天這個日子 今天幾月幾號 念錯了吧 1212 沒錯 對不對 20131212 不錯嘛 對不對 12月12號 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 不過那個2013的1要拿掉 因為我是2003年12月12號 從德國回到台灣 然後就到交大 一轉眼真的就是十年 那我不是新竹人 我是台南人 只是一轉眼十年過去 在新竹縣過地深圳住在竹北 學校一直在交大的竹北校區 就是那個 各位可能有知道 交大有一個地方叫客家文化學院 在那個經國橋下的直營路旁邊 一個遠遠的像客家圖樓一樣的地方 那轉眼十年過去 老婆也學了 孩子也生了三個 那所以呢 那真的有認真 那比這個客店人高興的是 我從一個 在海外德國人家講這個 獨在義鄉為義課 沒想到回台灣是在客家學院 到現在今天在座的至少一半以上 都是我認識的在地的地方產業的夥伴 那真的在這十年來很高興在這裡 真的是落地生根 然後有了很多的不同的體會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 大家知道這是哪兒嗎? 新網屋 我們竹北的新網屋 那我想那種是哪兒一定有到過這個地方 它是這個客委會的客家文化園區 這個地方我們經常在那邊有時候上課 有時候帶學生做一些文史的參訪或表演 那其實這個地方很特別 為什麼? 全台灣沒有幾個地方可以在這裡 同時看到 舊有的遺跡 三合院 平房 高樓大廈 最後還有一個 客委會建置的太陽能光電的光電屋 不同的天際線在新竹縣的天空展開 其實讓我們看到這個城市 真的是充滿了火力還有希望 所以呢 我想一個城市的競爭力的發展 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剛剛邱總司長跟各位分享 最重要的東西是土地在那裡 我們怎麼在上面去長出來 不一樣的世界 而這個世界是由人跟在地的居民 在地的產業以及每一個人所打造的 然後 我們怎麼樣把這裡的夢想 這裡的希望 把年輕人拉回來 造成這個城市的競爭力的發展 那在這個裡面 科技在這裡面 尤其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也是過去十年來 我們在新竹縣所做的一些努力 所以呢 當我們去思考 新竹縣本身競爭力的發展 這個時候呢 就容我借用彼得杜拉克 這個管理學大師的一個想法 來跟各位說分享 其實過去十年來 新竹縣的發展是超乎我們所想像的 也就是說 過去我們以為一個地方發展的時候 屋外屋、人文地產經 這些基本的資源 可是呢 現在的新竹縣當它在發展的時候 已經把頭抬起來了 就好比前一位這個 邱總市長所分享的 他提到 未來的社會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房子 而是住著快樂 住著舒服 住著喜歡 能夠讓你覺得心情很愉悅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去想 未來新竹縣產業的競爭力 不會來自於單純的 我們能做什麼 而去抬頭想想 我們服務的未來是什麼 下一次 所以呢 當我們過去再去思考 這個新竹縣的觀光文創的理由的時候 我們經常想 我們可以把基礎的房產品加工製成 二級製品、三級製品 或者提到它的服務 可是呢 我很高興 尤其是在過去三年多以來 我們跟縣主團隊做了一些努力 我們可以看得到新竹縣開始轉變 比如說去年的燈會 我們開始去想 我們對於民眾想要什麼 開始有了一些不一樣的思考 下面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您的這個講義裡面也都有 你看到 它有一個這個 我們新竹縣用科技 比如說APP APP這個東西 過去我們不外公就是告訴你 這個地方有什麼 有什麼 然後你就一堆都沒辦法用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很有特色 它包括了竹縣的哪裡好吃啦 哪裡好玩啦 甚至是服務外國人 也就是不同族群之間的服務 你可以看得到透過科技的力量 逐漸的往前延伸 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跨新竹縣一些不同的局處跟部門之間 也開始做一些努力 我們發現 我們也沒有辦法把地方的產業去串在一起 去把那個過去單點的 比如說只能到北斧去擂茶 只能到新武漢市裡 那現在有沒有一個可以去整合的方式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縣政府交大 還有這個大法科大 還有一些不同的學校 我們這裡有七所大學 大家不斷的努力去把外部的 新的專業的知識跟想法把它帶進來 這也說明了競爭力的基礎就是知識 知識的流動在未來是創造價值最重要的一個關鍵的資源 那這個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把新竹縣地方產業去做一些賠利的培訓 把在地具有表達力 具有影響力 更具有夢想的一些地方的產業把它培育出來 現在已經講一下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訓練的重點在什麼 我們過去常常有一句話 各位比較耳熟能詳 叫做態度決定高度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我們很努力的做 我們就可以決定我們的產業高度可以到哪裡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想法 比態度決定高度更重要的是 格局決定了這個結局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一些新的 包括了美學的、服務設計的、科技力的 甚至是製造以加工方法的方式 去把在地的產業做一個賠利 而今天下面就有一個最精彩的例子 在這裡啊 來來來來 阿國雄咧 阿國雄在哪裡啊 賺到哪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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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萱姐在賺錢菜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這個小小故事 各位都知道 如果各位去我們這個新竹內灣的那個老街 對不對 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東西叫野江花種 這個可能有人有吃過 那我過去吃的時候 其實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也是台灣人 老父爵我買 為什麼他跟我講這個種子不料 這是沒有什麼料 因為它是北附種的做法 炒它 但它有香氣 結果我們也是透過這樣的教育訓練的過程 結果產業跟產業之間就結合在一起了 這真的是妙的 妙不可言 新竹內灣的恆山鄉 再往下走是哪裡 台山興順的走 竹東 對不對 所以我們恆山的內灣的野薑花鄉 加上竹東在地曬的鹹菜 再加上我們北埔 在往下台山縣 對不對 又延伸了在地的鹹豬肉 現在這個最新的粽子 大家跟我一起唸 你一定會餓喔 叫做 餓加酸菜鹹豬肉 野薑花鄉 我就 我不是要派各位 你閉上眼睛想想 原本比較乾一點的粽子 裡面加上鹹豬肉那個 麗油 那個肉香 再加上一點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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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那個鹹菜 他會覺得 阿基斯斯最喜歡講什麼 放到嘴巴裡 無聊嘛 有沒有 那個口感卡滋卡滋的 這個粽子明年 在座不要搶出去 沒問題 新東洋就是怪物體的主要大 喔喔喔喔 你看看 這是綜合發展出 國際產業出 大家一起的努力的結果 你看整個新竹縣政府這個動畫很好玩 再往下一頁 這在這裡面呢 怎麼樣運用科技的力量 把這些 剛剛你看 你拿到一個粽子 你不明白它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透過科技展示的力量 那今天因為現場設備的關係 本來喔 我只要拿著一個小小的 現在在地的產業都會用 拿著一個小小的pad 這麼大的螢幕直接就跟我臨線了 不需要線 我可以講一個故事 可以講各種的導覽 甚至也可以在我的店門桌 小小的這個展示的裝置 這些故事的力量 透過科技 下一頁 就讓我們在地的產業變成這樣 這個認識嗎 絕地補式看過沒有 絕地補式手上拿的 那個很長的那個 是不知道二十代以後的那個iPhone 它那個這麼大的這個盾牌 是幾百代以後的 你知道是什麼pad 所以你看喔 我們可以把它們變成 把竹線的美麗熱情跟產業的感動 傳達出去的絕地補式 下一頁 所以在這裡呢 比如說像這樣的科技展示 也受到了高工局的重視 關係服務區啊 整個二樓 現在全部是我們新竹線的科技的展場 那這裡面是什麼 就跟各位講 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想想看 我們的國道的服務區 是不是就是Windows of Taiwan 對不對 南來北往各種觀光客 所以我們在裡面就做了更多的展演 讓更多人可以看見主線 下一頁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像是一種展示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從展覽到展演 甚至旁邊還有展授 把整個竹線的地方經濟的命脈 做一個完整的串連 下一頁 就在這裡面呢 故事其實是最重要的 下一頁 那今天因為沒有辦法 我直接做這個展示 待會在外面都可以去試試看 這個一些科技的文明 我講幾個重點就好了 這一位 將來 秋董事長 我親自帶你去西埔認識 您知道西埔由酒降空吹過去 然後我們有飼餅對不對 可是飼餅削下來的皮 還可以再做一個好的利用嗎 它可以做飼餅 在這裡面呢 在地的中高齡的想要回鄉的婦女們 發展出了自己的公益 而在這裡面呢 他們也找到自己未來發展的機會 下一頁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在地的姐妹們 他們像是藝術家一樣 去做在地的一種文創上的創新 下一頁 你可以看得到 透過科技的力量 比如說 每一年的飾餅的季節是幾月到幾月 九月左右開始 到隔年的一月到二月左右 但是 所以常常有人說 我們做飾餅這些 做半年修半年 沒有那麼少 接下來則是 透過科技的力量 你在何時何地 各位過去做觀光文創旅遊的時候 會不會碰到一個問題 來個季節不對 來個時間不對 有沒有 比如說該早上才看得到 該下午看不到 冬天才看得到 夏天看得到 還是夏天早上才看得到 或者是來的時候 動物不配 動物也要看季節 植物沒長出來 現在透過科技的力量 都可以做一些會整 讓每一個季節 每一個時候來到這裡的遊客 都能夠透過多媒體互動的科技 得到最豐富、最精彩、最扎實的體驗 下一頁 所以在西埔他們就有一個很棒的名字 叫目是女子 這兩個字字 是好事成雙、事事如意 所以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在地的感動跟故事 就是透過科技以及文創的力量 做了展演傳遞 下一頁 在這裡面呢 有他們創造的各種文創的商品 下一頁 這一條圍巨可貴 六千多塊 誰說 我剛剛跟各位講 重點不在於價值 重點在於價值 這兩個差異造成了文創之間最明顯的發展區域 下一頁 然後在地的創作 再往下 也有生態 比如說西埔還有最棒的 也是農委會水寶局的最重要的一個作品 還有一個作品 驕傲 就是我們的九球湖 對不對 在九球湖裡呢 有各式這樣的生態來源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多媒體的技術 讓所有來的民眾 不論是跟著導遊 跟著我們在地的故事媽媽 或者是跟著在地的自己導覽 透過APP的方式往前做發展 下一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季節 你可以在當地有不同的體驗 也可以知道 如果你夏天來的時候 冬天還可以來看什麼 下一頁 那在地豐富有趣的DIY 雷茶、愛玉在往下頁 都可以透過兩隻手指頭 待會各位配來玩 就可以讓你生日寂靜 下一頁 那在這裡面 這就是一個當地導覽的例子 這是文化部在辦的 全國的這個社區跟地方產業的展演 各位可以看到 各地來的民眾都在體驗我們新竹線 下一頁 這位阿伯也很特別 他其實是在表演 但重點是不見得要兩根手指頭 下一頁 有沒有注意到他的手指 還能動的部分 就可以照顧一下 再來 新竹線還有什麼 我們的農產品對不對 對於農產品摘種的技術 對於農產品的食物的安全 至於它的生產履歷等等 都可以透過科技的方式去做相關的活動 所以 對啊 摘種的方式 用沙網罩的方式去種的乾脆 是在寶山 下一頁 碰桿 為什麼叫碰桿 碰桿 為什麼叫碰桿 碰桿 為什麼叫碰桿 碰桿 有一波波 往下 再來 還有我們每一個不同的鄉鎮 這裡是主公 可以有不同的體驗 下一頁 下一頁 還可以認識在地不同的故事 人跟物 是讓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特色 最重要的東西 下一頁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地方美食對不對 你們在看到的沒有女生嗎 都是你們 我們的阿金姐 我們的排骨酥 我們在地的牛肉麵 哇 七點五十了 再下一頁 然後你可以有不同的體驗 看到不同的歷史的背景 再往下 然後還有那一彎的 我們現在的一線九翼 將來呢 動畫漫畫的鐵路支線 再往下 北埔叮叮咚咚的橋 還有老街的印象 再往下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些感動 我想要讓各位知道 我們在未來 當我們推動我們的文創 因為在座今天下面有好多的 我們地方的夥伴 在地製作人你們在哪裡 徐中 我們要把這樣的感動 讓人世界看得到 而且真的看到了 往下 你可以看得到 來自於亞太金河會 十幾個不同國家的人 在新竹線 他們告訴我們 這裡真的是最有特色的地方 因為遊樂園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 在他們國家裡面有 但是在這裡就看到 不一樣的這樣一點 你可以看得到 來自於這個 回教國家的 在體驗的事來 他們也覺得很好 科技是沒有法界的 全世界都會用的 再往下 然後在我們新竹 讀一波的體驗 甚至 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最有趣的事情 因為有了科技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在地的夥伴就 OK yeah very good like one thousand dollars 你可以用科技來協助這些事情 未必是單純的語言的訓練 再往下 所以呢 我們的想像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在新竹線這邊 跟焦大 我們一起研究出來 他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這個科技叫做 土地工學 有很多原因 焦大是一個喜歡土地工的學校 知道嗎 光復校去門口有土地工 竹北校去門口有國工 每一個都喜歡喝仙草品 真的 要考加大要拜過才會進來 真的 要拜仙草品不要拜錯了 那這個裡面呢 我們想像的這個科技 就是 讓每一個 我們在地的小小的產業人物 都有辦法說出自己的故事 而且 為什麼叫土地工說 它非常的重要 因為 從小 我們都被父母告訴我們 你最好是要聽土地工說的話 再往下 所以呢 用數位的技術來推動 客廠的管道 我們希望 能夠把在地的產業 人 事 物 以及新竹最重要的核心技術的努力 也就是我們在地的每一個 每一個夥伴 那希望 未來我們可以把新竹線一起做得更棒 更好 謝謝大家